你们俩这个婚后的钱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我挣的钱是在我这里 他就是他挣的钱在他那里 不管是买那些化妆品还是买护护品啊 然后他之前都会跟我买很多 就是热恋气的时候 婚后的他都不会跟我买了 我不是买了一件那个大衣吗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这么贵你还不如直接把他退呢呢 是吧 你别浪费钱好不好 你干脆每个月跟我记账行不行啊 他就直接跟我这样说你知道吧 我觉得当场我就觉得特别气愤 我采买了多少衣服 我也是为自己着想 而且是花了我自己的钱 买衣服我不限制你买 但是你总得有个度啊 同一款衣服连买五六件 你说那个整个柜子全部都是你的衣服 每买一件衣服穿一次两次 最多你穿两次 我们都结了婚了 以后还日子还长着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而且我的事业也在上升的关键时期 你这样子把钱都花在买衣服 买化妆品上面 我并不是说限制你 不让你买 但是我觉得要有个度 你来写衣服都是有点钱的了好吗 好吧好吧 你结婚后都没跟我买过了好吗 来我接着问啊 你们俩这么吵吵闹闹 朋友们知道吗 知道 他们都不让我跟他在一起 觉得他太不靠谱了 话言巧语的 是吗 不是 不是 朋友们怎么说呀 朋友说他就把我关得太死了嘛 然后也不给我朋友的面子 就当场就直接说我 因为我当时也是在生气啊 我看你的朋友一个个的都在那抽烟喝酒 然后在那大声喧哗 我一回来就吵得头痛啊 我就是故意想把他们赶走 如果是你那些闺蜜 我都是很 我真的是希望你跟他们远离一点 你跟他们在一起之后就能学到坏 我心里很担心 你知道不 这日子过的 你们俩婚后有美好生活吗 没有 度蜜月 度蜜月我并不说不可以 你说出土耳其 或者是你看我们结婚之前 你去的地方还少啊 全国哪个地方没有去了 去年你还去了 一个人去了泰国是吧 我在那里待了半个月 你跟我打过一个电话吗 为什么一个人去泰国呀 因为他不陪着我去 因为他说他工作忙 因为我比较喜欢旅游嘛 然后我一个人去了 我到那边下飞机 他也不跟我打电话 都是我跟他发信息 然后我在那边也特别害怕 你知道吗 每次都是我自己查着 查着那个点 就查着那个路百度嘛 然后直接都查过去的 你这次泰国的计划 是你自己一定要去 还是你们约好了 他违约了 所以你自己走了 他违约了 我自己去了 没有违约好吗 你违约了 我并没有说我要去啊 你不是说你工作忙吗 但我没有答应说你要去啊 但是你还是一个人要去啊 你出去泰国 都是跟那些男伙伴在那里玩 你还故意去我 发你们的合影 发给我看 什么去泰国 还有男伙伴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那个什么 APP上面 很多那种 自己去玩的那种 有男的有女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 找男的去玩呢 但是你没有陪我去啊 我就想欺欺你啊 看你是不是真的是 关心我啊 好 我接着把这件事问透啊 去泰国是 你们俩共同商量的吗 对 刚二十 是一起商量的 商量说我们要去泰国 对 我没有肯定地说要去 然后到了那个时候 他还是一个人 订了自己的票去了啊 是你只订了自己的票吗 对 因为他后面说 他不是要出差吗 那我肯定是一个人去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能为他改期呢 我说过 他说过吗 什么印象呢 所以他这压根没有 把我放在心上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自己 然后你就自己去了 对啊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两个说好了 一起去北海玩是吧 飞机票 酒店所有都订了 然后他呢 他跟我说您是有应酬 应酬也罢了吧 我以为他会晚上回来 没有想到他是 第二天早上 他全身都是酒味 他直接回来了你知道吗 他完全忘了 第二天还有旅游的事情 我不是您是突然接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单吗 买卖做成了吗 做成的呀 第二天早上 醉醺醺回的家 北海去了吗 我把这个单签下来了呀 北海去了吗 飞机赶不到了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我接了这个单 我不是后面可以 吃多少汤都可以了呀 去多少汤了 不然没去什么 为啥没去成 你也别说了 你一个没原则的人真是 你这些事 你父母知道吗 孩子 我不想让他们 带人行为 没跟他们说 你今天来是干嘛的 诉苦的 我觉得他对我太不好了 我觉得 不好你走啊 对啊 我想离婚啊 但是他不利啊 我觉得我们毕竟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 底线问题是突破了 不是你反正没把他 当成你老婆嘛 这就是原则嘛 就是我弄不清楚啊 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 才叫这个夫妻关系 是说我们俩结婚了 然后我想去哪就去哪 我想回家就回家 不想回家就不回家 只要我在外面 我说我不乱来 这就可以对吧 是的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你的夫人可以随时买机票 只要他说他出差 你就无条件地信任他 他到了地方之后 只要给你发一个道回来 就OK了 对不对 不是 他是不是也可以说 因为有重要的 很重大的模特秀要走 所以曲总请他 去要走这个秀 严老师是中间人 他就可以喝醉之后 夜不归宿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为啥不是呢 因为他是女孩子 哦哦哦好吧 好吧 好吧 好吧